卢慧医师 一株可爱的卢慧 深受大家的喜爱 它可以算是辅助植物的佼佼者了 因为它自身就可以解条相失的毒 还可以熄灭火花僵尸的火花 甚至恢复植物的生命值 和增加植物的攻击力 卢慧医师 紫卡植物 阳光消耗100点 攻击范围3乘以3 攻击目标范围内群体 一接卢慧医师 卢慧医师每10秒丢出一个水滴 为周围3乘以3范围内的格子制造水物 让范围内的植物 每秒恢复10%的生命值 并提高20%的攻击力 持续7秒时间 二接卢慧医师 经营水润 有50%的概率 丢出更加经营水润的水滴 为植物额外提供100%的攻速加成 三接卢慧医师 水润光滑 卢慧医师 可以100%概率 丢出更加经营水润的水滴 四接卢慧医师 种植时有高概率 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一次性抛射5个水滴 优先向植物密集 区域丢出 五接卢慧医师 卢慧医师的水滴 升级为冰雾 额外提供20%的攻击力加成 并能使范围内的僵尸 进入寒冰减速状态 装扮效果 制造的水滴包含冰晶 被冰晶笼罩的僵尸 会被冻结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卢慧医师的小秘密 卢慧医师 不能使甜菜护卫的叶子恢复 不停 饱恨 继续 节奏 或者是 继续 晒 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